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總統大選已經跑到最後直路 還有兩天 正式投票的日子就要來臨 而特朗普和拜登的對華政策 一直以來都是很多人關注的議題 最近 拜登撰寫了一份文章 投稿了北美華民媒體 叫做世界日報 他在文章當中竟然強調 說美國和中國應該有著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到底拜登又搞什麼呢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既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拜登在文章當中首先評擊特朗普的抗疫政策 他就說特朗普為了轉移自己的抗疫失敗 以及未能夠保護美國的過失 無論是否因此而導致 成千上萬的 反亞裔種族歧視事件 特朗普仍然堅持 將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 他首先 就否定了特朗普 將這個病毒稱為中國病毒的行徑 由此可見 拜登對於席捲全球的武肺疫情 他就是歸咎於特朗普的責任 是多於中國的責任 而在他的政綱裡面 也從來沒有提及過 說要就著這個疫情 向中國追究責任 或者是撒取賠償 他從來是沒有提及過相關的內容 第二件事拜登怎麼說呢 他就說 美國應對中國的方式 是應該聚焦於增強美國的競爭力 而且是要復興美國國內的優勢 並且更新美國在海外的聯盟以及領導能力 大家就會看到 其實拜登的對華政策 根本上就沒有他支持者口中那麼強硬 因為他純粹是求諸己 而不是求諸人 在應對中國的方式 他竟然說是要聚焦於增強美國的競爭力 到底對中國來說 美國應該採取什麼措施呢 我們反觀特朗普和蓬佩奧 他們一方面就提出中國威脅論 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很多的措施 比如說靜網計劃 或者限制一些高新的科技出口去到中國 等等 這些是相當之具體的對華政策 又比如說在貿易方面 特朗普在過去幾年 就是致力於要縮減中美貿易赤字 所以他才是開展了這個中美貿易戰 在媒體方面 美國國務院又將 不少的中國媒體的駐美分社 列作了所謂的外國使團 他的目標就是要防止這些中國媒體滲透美國 以及就是要使得美國的民眾能夠很輕易地分辨得到 究竟哪些華民媒體真正是民辦的 哪些華民媒體其實是官辦的 又或者在外交方面 美國就已經關閉了中國駐侯斯頓領事館 又限制了中國外交人員 在美國的一些活動等等 其實特朗普的對華政策 就很具體的 是有些實際措施出來了 但是反而拜登 他就不是求諸中國 而是求諸美國本身 說要增強美國的競爭力 那麼這個究竟是不是一個對華政策來的呢 我都真的誠疑問了 另外他還說 在符合美國利益的領域 要加強和中國的合作 包括了是公共衛生和氣候變遷等的議題 那實情 只是說公共衛生先 特朗普就已經說要退出這個世界衛生組織的 因為在特朗普政府的眼中 這個世衛組織已經是被中國滲透了 包括就是這個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 在他眼中就認為 你根本就是 被中國的影響力所支配的 但是反而拜登就說要加強在海外的聯盟 又或者在 這個公共衛生領域上面加強和中國合作 那你怎樣和他加強合作呢 例如說氣候變遷 特朗普又是退出了這個巴黎氣候協定的 因為他就認為對於美國不公道 對於一些西方文明國家不公道 因為美國就說要減排 但是反而中國在未來的幾年 他仍然是有一個空間給他增排的 一直增排到某一個點才慢慢降下來 特朗普就認為 這樣做對於美國的利益是不公道的 是雙違背的 所以他就退出了這個巴黎氣候協定 尤其是特朗普經常都強調一件事 就是要增加美國的就業職位 和復興美國的製造業 如果要這樣做的時候 當然 第一就是要 富裕那些的美國企業 或者是利誘那些美國企業 將他們的生產線 從中國遷返到美國 當那些工廠遷返到美國的時候 美國一定就是 排放會加強了 如果美國繼續在這個巴黎氣候協定的束縛之下 只會對於經濟發展是綁手綁腳 所以特朗普當然會覺得 怎麼會還加入這個氣候協定 但是拜登就說 可以在氣候變遷的議題上和中國合作 那怎樣合作呢 他又沒有很具體的說 他只是說要加強和中國合作 所以你看得到其實拜登對於中國 根本上 就沒有什麼對抗性 就不跟特朗普的 所以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有些人經常說 什麼兩黨共識 即是說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 對華政策已經定下來 兩黨都對華強硬 只是看拜登這份稿件就已經不是了 哪一塊強硬呢 或者說兩黨共識 是不是真的有兩黨共識呢 如果這個兩黨共識真的存在的時候 究竟歐巴馬和拜登執政那八年對中國採取了什麼措施呢 似乎就沒有什麼強硬措施 反而在特朗普上台到現在三年半多些 在這三年半裏面所做的事 遠遠是超過在過去二十年所做的一切 你說兩黨共識的時候 這個兩黨共識什麼時候才存在呢 很奇怪的 但是很多人口說就說這個兩黨共識 如果真的有兩黨共識的話 反而我就不是認為共和黨和民主黨有共識 而是共產黨和民主黨有共識多些 啊 因為你說這個兩黨共識 我完全看不到拜登在這方面有什麼著墨 那大家都是以事論事的 好了 接著就看看路透社的一篇報導 這篇報導就引述了拜登的兩名顧問提及到 說特朗普推行的所謂美國優先政策 對歐盟和加拿大等的盟友就徵收了關稅 引起了他們的不滿 而拜登就不會重犯這些錯誤 好了 對華所徵收的關稅又如何呢 這位顧問就提到 說拜登是不會過早決定任何事情的 但是呢 他就會和美國的盟友協商這個對華關稅的問題 那實情這個顧問所說的事就是不盡不實 因為拜登早在半年前 就已經出席一場公開場合 一場競選活動的時候公開這樣說過 說一旦由他當選了總統 就會撤銷特朗普時期對華所徵收的關稅 這個是有紀錄的 有畫面有錄音有文字記載 不是說你沒有就沒有 而且當路透社問到這位顧問 究竟拜登是不是真的在當選之後會降低對中國的關稅 他是不作任何回應的 所以我就認為 這個顧問根本上就是幫拜登拿下台階 若然他上台之後 真是降低對中國的關稅 甚至乎是撤銷特朗普時期對中國所加徵的關稅 拜登就可以把責任完全射到他的盟友身上 實情對中國加徵關稅也好 降低關稅也好 這些完全就是美國主權範圍可以決定得到的東西 根本上就不需要再去諮詢第三方國家的意見 所以這個拜登的顧問想幫他打完場是不成功的 好了跟著就說一下 在剛過去的這個超級週末 到底特朗普和拜登的行程是怎樣 在10月30日的時候 特朗普就集中這個火力來搶攻四大搖擺州 而在昨天更加把全日貢獻給賓州 他就去到賓州的四個郡那裡拉票 而這四個郡在2016年的時候 特朗普就以不足百分之一的差距來領先希拉利 所以他就要全力催谷 在四年之前曾經撐過他的白人勞工和農民 重新出來再投他一次 另外特朗普在造勢大會之上 也是強烈地支持開採業岩油 因為這個行業正正能夠 創造到很多就業職位 尤其是就是所謂在鐵壽大那時候 鐵壽大也是搖擺州份 所以特朗普就吃著這個勢 不斷打這個經濟派 而剛好拜登和賀錦麗 在過去一段非常長的時間都說要反對開採業岩油 因為他們要提倡所謂的綠色 要提倡所謂的環保 當然拜登在上次的總統大選辯論之上 就不認數 就說自己沒有說過 被特朗普撞到他應一應 他一說沒有 馬上特朗普就在Twitter上 轉貼回他之前所說過的 根本上就踢爆了 拜登公然地說謊 起碼就著開採業岩油這個議題 他是公然地說謊 好了 至於這個 總統夫人又怎樣 他就去到賓州的深藍區域 那時候幫特朗普拉票 好了 至於拜登的行程 在10月30日他就跟前總統奧巴馬合體 全力搶攻擁有16張選舉人票的密歇根州 上一屆 特朗普就僅僅以0.2%的差距贏了希拉利 所以這個絕對是一個搖擺州 去到昨天 拜登就回到他出生的賓州 去到第一大城 費城 進行他的選舉造勢活動 特朗普在11月1日和2日 每一天都會舉辦五場的 曹西德活動 所以真的不得不佩服特朗普的堅毅和魄力 以74歲的高齡 而且剛才是縱原武肺好 他仍然是可以穿州過省地出席活動 反而你看得到拜登 他就很少去出席活動 甚至乎很少地同一天穿州過省 可能就是他根本上的體力都應付不來 這些東西就沒得騙 就算在鏡頭面前裝得多有活力也好 實際上你能夠做得到多少事 民眾是看得到的 你去一兩場 人家特朗普一天就去五場 只是講勤力 這個拜登也不夠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